好 那麼花蓮首先規定 高中以下今天採取線上教學 好笑 教育部說 不是花蓮自己決定 有跟應變小組討論 大家同意的 但是為什麼花蓮 它特別嚴重 不過花蓮前一陣子也不少人 外面醫療資源太少了 國民黨的智庫民調說 近五成不支持新的停課標準 有六成的家長 希望威次舊版的停課標準 就覺得新的太寬了 就得比如說學校兩個人 學校停課 家長比較放心 你現在都不停課 孩子在學校染疫怎麼辦等等 另外有個全中運也是 突然開幕前夕說不辦了 所以網路就氣炸了 說奇怪 遶境繼續辦 演唱會照辦 對不對 運動會不能辦 太奇怪了 而且你演唱會 大家集中坐在一起對不對 一起嗨 唱 運動會 基本上人滿遠的 沒有那麼密集 為什麼你知道嗎 運動會是官方的 阿妹是私人的 他在這裡 另外兩個都私人 我知道了 但是基本上網路 他就很氣 所以你政府 都是你政府在管的 你原則是要一致 包括林毅傑也生氣了 說糟蹋辛苦的孩子 教練 爸爸媽媽 他們弄了半天 就要比了 不需要 突然 台北市兩千人 來 蘇惠 這次全中運 台北市派出的團 是史上最大的兩千人 因為各項比賽 還有小朋友 教練等等 現在全部 已經在比的 好像繼續比下去 因為有一些家長 已經陪小孩子過去了 然後還沒有比的 就中斷了 這一波大家覺得說 最奇怪的就是 標準都不一樣 譬如說之前柯文哲說 畢業旅行不可以 但是我們的鄰里的出遊 都在繼續 他的理由是說 因為小朋友沒有打疫苗 家裡的人其他的感染 回來加護傳染 還是會傳染 所有的標準莫中儀式的情況之下 各縣市不一樣 同一個縣市裡面不同的人 不同的作為 又不一樣的時候 其實大家亂七八糟 如果說我們已經要開始 進入所謂在家康復的階段 我也沒有看到 起碼台北市政府 還沒有開始做 所謂靈禮的訓練 你如果要把所有確診者 放在家裡的時候 如何確定他們沒有踏出這個門 這個監控系統是很重要的 之前是靠理幹事 每一天打電話給他 還有手機的監控系統 他如果踏出了 警察局那邊會叫 但如果未來的數目這麼大 人數這麼多的時候 甚至說可能會破萬 一萬兩萬三萬的時候 我們的警察局 有能力分這麼多人 去看這些確診者 是不是有沒有足跡外出 我們的靈禮幹事或是里長 靈長 他們是不是有這樣的膽量 跟這樣的訓練 要去看這些確診者 他是不是真的 乖乖的待在家裡 這是要訓練還有觀念轉換的 現在一千多例 說真的我認為黑數大概兩倍以上 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說 自己要不要去驗 為什麼 他根本沒有去看足跡 現在每天足跡這麼多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跟確診者 對 即使是公布之前誰還在看 他做不來也沒有用 他只是在看那個很有趣 他去什麼Motel去什麼這種 小吃部 可是其實根本我們不會知道 我們有沒有跟確診者接觸過 於是我就不會去驗 還有另外一種是他根本不敢驗 驗出來的 萬一自己有的話 那是不是說 我公司的同事會怎麼看我 老闆叫我不用去上班 我的小朋友是不是就不能去上課 所以很多人還是有這種 這種鴕鳥心態不去驗 所以現在1000多個 實際上我認為破2000破3000 都是有可能 我現在只是說確診了以後 如果他沒有症狀 需不需要把他框起來 框起來也是對社會來講 是很大的損失 而且他現在框 不是只框一個確診者 把他那個密切接觸者都框了 將來怎麼辦 將來說一天幾萬個人的時候 要框幾十萬 等於封城了 等於封城了 框幾十萬 框起來的時候 到底該還是不該 當然框的好事是說 他傳播的速度比較慢 壞處說你整個經濟 你的社會 文化可能都挺 來 復仁老師 我想就是說 剛才我們講 就是說我們慢慢心態 要做一個轉變 那個轉變就是說 我們從2020年到現在 我們從過去 我們的心態 一直是一個清零的心態 你為了要清零 當然你框列要大 你要做檢測 你要做很多的疫調 等等這些作為 但是現在情況已經不一樣 就是我剛才講的 未來他就是一個 像是一個流行病一樣 一個流行的疾病 所以我們在心態上 慢慢要改變 那個改變就是說 很多人都跟我講說 其實我不怕確診 我怕說我確診以後 我很麻煩 我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我不知道我旁邊的人 會不會被匡列 會不會被隔離 或者是旁邊的同事 會不會受影響 以及別人看待我們的態度 所以我在這邊 也要呼籲我們的民眾 從現在開始 我們對於確診者 一定要去標籤化 大家不要再去 就是去談論這些事情 而是說要勇於的面對 就是說怎麼樣 自己覺得不對 就抗原快篩 因為抗原快篩 陽性 基本上應該八九不離時 就是確診 所以我們反而就是說 大家互相提醒 大家都勇敢的出來 快篩 有問題 就自己就待在家裡 因為我剛才講 大部分是輕症 有問題你在家裡的時候 你可以打119 救護車會把你送到醫院去 所以我認為說 我們的整體的這個概念 要包含我們的傾銷的觀念 包含我們要不要 停班課的觀念等等 從這個流行開始以後 我們大家的心態 應該要做一個轉變 好 佳宇 你的基層能夠接受這樣嗎 我覺得現在民眾 當然分兩極化 一派就會覺得說 這個好像大部分都是輕症 所以沒有那麼嚴重 但是就如同院長所說 怕被匡列 怕被標籤化 污名化 另外一派就是非常擔心說 會不會影響到小朋友 會不會影響到長輩等等 這態的擔心也是有道理 不能說沒有道理 就是說疫苗並沒有普及到說 長輩小朋友都有打到第三劑 他們其實會受到影響的 所以家長或者是家裡有小朋友的 都會擔心這個問題 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你看韓國其實今天一天 就新增12萬多例 但是他已經宣布 從下週一開始 全面解除防疫規定 只要室內有戴口罩就可以了 所以全世界都已經慢慢的 跟病毒共存了 台灣因為之前還沒有大規模 染疫的狀況 所以大家好像說千億例 好像破千了 可是其他人家都好像破萬 破十萬了 所以這樣看起來 其實台灣現在要做的就是 下一步我們面對病毒的時候 如何跟疫情 跟病毒共存 然後對於小朋友跟家長的擔心 政府如何去處理 因為現在其實最保守就是教育部 教育部兩面不是人 如果說學校染疫了一兩例之後 到底要不要全面停課 家長的態度都不一樣 教育部就是這個 怎樣都會被罵就對了 這由不得他 不過我要補充一下 副院長剛才的講法 你說你確診以後 不要標籤化 不要物名化 我要反過來講 你要很高興的告訴大家 我得過了 我沒事 我等於打了第三劑跟第四劑 對不對 那我要現在這幾天最熱門的議題 就是要不要停課 那要不要停課 跟中央唱反調 因為中央的基調 現在是要放鬆 但是你看現在 跟中央馬上唱反調的是誰 是雲林 南投 金門跟華蓮 這四個有什麼特色 都是國民黨執政 還有第二個 都是比較農業社會 第三點就是說 他們雙薪家庭的數目的比例 相對比較低 所以要請假來照顧不上課的小孩子的 可能性比較低 所以這個是這樣不一樣 有承鄉差距 這有承鄉差距 我最重要的 現在這個聲量越來越大的是 李秉穎教授 那我讓你看昨天的報紙 這是中國時報 頭本頭挑 台大一憂心 我們通常講到台大一 就想到林世弊 這個台大一不是 這個台大一是誰 這台大一是李秉穎 那李秉穎說 兒童感染死亡數 孔 這有一個孔 這孔很重要 這個有孔 孔 有孔比沒有孔好 有孔就是說不一定 孔 標迫100人 我跟你講大家看到這個 哪個家長願意不停課 當然說越演越好 因為那100個人可能就是 我的小孩 但是我向大家報告 就算這個疫情在台灣 完全過了以後 就是說半年9個月過了以後 我跟李秉穎公開唱反調 我們小孩子的死亡數 我認為不超過5個人 李秉穎的算法 我想他這個意思 他說他先是說美國 美國到現在為止 死了900多 將近1000 你美國3億人 你台灣兩千三百萬人 除一除台灣大概就八九十二百 你可這樣講嗎 你可這樣講嗎 不 李教授的算法這樣 因為他是看美國是 有多少十歲以下兒童染疫 多少人死亡 他是萬分之一 萬分之一 他是這樣去推算出來 可是我要講的 我們亞洲的國家 日本跟韓國 算出來不是萬分之一 是萬分之0.1 更低 所以我要講的說 我們台灣的話來講的話 我認為應該不會到萬分之一的程度 好 可是我要講一個 小朋友打疫苗的 很重要大家聽一下 就是去年以色列有做一個研究 他發現家裡面 如果你有小朋友在 兩個父母都打了疫苗以後 可以產生對這個小朋友的保護力 所以在Alpha病毒有71% Delta有58% 小孩沒打 就是小孩子沒有打 兩個父母都要打的時候 會有71%跟58% 對Alpha跟Delta的保護力 可是如果其中只有一個人打的話 那個保護力就有26跟20 可是Omicron沒有做 Omicron還沒有 但是這個大概那個樣態都一樣 我只是要提醒說 現在小朋友還沒有打疫苗之前 家裡面的大人 拜託你們能打的 你們把他打起來 對小孩會有幫助 這樣還在做 有祖父母打的話 然後保護更大